大家好,我是老郎 我现在在阿里日土县的松溪村 也就是走那个克里亚古道那个起点 然后这块海拔是五千亿左右 五千零八十八 昨天晚上高反了 两管氧气都要弄了 因为走太急了 如果是从那个西藏里边来走 从三千多四千多这适应过来就 从这边从新疆这边过来 直接就一千多三千多 就五千多 而且我刚刚我只跌了一个碎带 就弄了一身汗 然后外边挺冷 我要把棉裤拿出来穿上 哎呦如果不穿棉裤能冻死 穿这个现在羽绒服 这边好处就是凉快 真凉快 不好就是高反 氧含量比较低 外边风很大 我先把棉裤穿上 然后收拾收拾车里边 看看这边风太大做饭也做不了 不中午前走一走 看哪块有废弃的房子 到房里边去做点饭吃 现在体表温度 也就是八九度这样 太冷了 那边是个湖 这好像叫什么 红木硕吧 中这湖边有条路 走 给我看看那头 哎呀不中我的窗裤太冷了 好了 明库穿了 老多了 那边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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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我的妈 好 好了不冷吧 这是昨天晚上我露营的地方 是在 松西村 松西村的一个 呃就是 也算是给修的一个旅游平台吧 哎呦就是湖 那边是雪山 你就说吧 这转周边都是雪山 而且那边已经形成冰川了 真大块冰在这烤着 能不冷 才怪的 哎 哎 看这路在哪呢 一会儿也还看见路在哪 哎 我车上呢 也不知道够不够 往那哪去 去那个 水利亚古道 哎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 我这台柴油车是 第一次来到五千多米 五千一百米海拔的地方 我不知道能不能打造车 试一下吧 先试一下 车能不能打造 哎呀车里好乱啊 先雨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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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热灯亮了 哎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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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错 能找 百分之百能找 哎 三千百能找 完了 刚说能找 就找不了了 哈哈 哎呀 要有点大脸呢 这个是它的油泵 先给它蹦蹦油 因为茶油有时候凉了 油上不来也不着火 把它摁一下 再试一把 这如果着了 就着了 没着的话 还得想别的办法 哎呀 对 把那个啥吧 把这个空气流量计把这 把这个空气流量计把这 拆油车就这点不好 拆油车就这点不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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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点离合器 给点油门 一只灯已经亮了 啊 开始录像 啊 再预浊一把 哎 没想到 打火还真的挺费劲 但是应该能着 应该能着 实在不行就给它吸点氧 找了 OK的 找了 没问题 氧气都没吸 五千多米都没吸啊 而且就是气温团量 多拿几把就OK了 最后把它插上 把这个插上 好神奇 插上就歪着了 还得拔下来 还得拔下来 插上就拔下着了 高原上打不着火的话 有两种情况 一个是 挖这个氧气流量计 在那个滤行器上 还有一个 就是把那个 水温感 水温水温充感器拔下来 这个都可以打着火 现在找火些热热车吧 OK的 我估计走车要没劲把它拔掉也行 当然试一下 我的天呢 看 这个排骨 吹的 鸡碳 吹这么黑 这个热纱 这就是冷的 这个先生名 这不是不蒸的 我去给它蒸的 把鸡箱去 把那边烧 看 这是拍一款 刚才大火热热门 说是鸡碳 这是昨天走的土 一会儿往前走一走 看路边哪有灰热的 上那边去做点饭 有人呢 有意思 那边那个垃圾线 热 然后把这垃圾就往那儿 让风吹 然后这边呢 当地 运了一个 垃圾线 这边风里是出不去的 但是没人往里面看 嘿 太阳出来了 天上都不冷了 流量机插上之后 空气流量机插上之后 油门给不上 也给上了 但给的很慢 不行今天拔一拔试试看看 拔掉了看看这车有没有劲 我妈给我的小葫芦 天天盘 哈哈 已经盘了盘这样的试试看 再系上 哈哈哈 天天放这儿 哎呀我妈看来 我在这高原上还任重到远呢 首先 这高海拔 他 还得适应几天 现在 喘不上来气 这车就收拾收拾车 还没干别的呢 早上写了 泡了杯咖啡喝 补充点糖分 用那条电车湖 车里边烧的水 现在出发 咱们去找一个停车的地儿 看一下地图 我昨天是从 从哪儿出来的啊 我昨天应该是在 这个位置 在这个位置 然后露营 就在那儿待了两天 无人区嘛也没有人 然后 到大洪热滩 洪热滩我就加一下油 加完油之后 就一直走七台大阪 到浅水沟 然后这个废弃兵站我没有去 我看那边没废弃好像是 然后 一直到这个浅水湖检查站 那边 然后昨天晚上过的街山大阪 5347米 现在是松西大阪也过了 5248米 我现在在松西村 红土大阪没过呢 但是这有条路是这 在松西大阪那块有条路 去啥的去往这边来的 然后去榆田或者去民风 这是那条新216 然后这个也是在修的 这条路比较近 这条路的话只有400多公里 我准备从这条路直接穿过去 这个条路就是克里亚古道 我先去找这条路的路口去 然后这个湖 这叫龙木处 现在咱旁边这个湖叫龙木处 可能还要往前走一点 在松西大阪附近 那意思咱们就没到松西村了 那意思咱们就没到松西村了 咱们先导航去松西村 到松西村还有29公里 慢慢人生路 原我不迷路 现在由我开始为你导航 全程28公里 大约需要28分钟 上边就是松西大阪 我刚从松西大阪下来之后 这有个三岔口 然后往那边去是去往日图的 这边看去什么什么处啊 咱们看看地图啊 看一下地图 看一下地图 在这儿 现在咱们刚过这个松西大阪 松西大阪刚过这边就有个口 就这个克里亚古道 咱们从这儿下左转 这是正好左转线 应该就是这条路了 然后到 到这边转 到这边转 可以走阿气阳 也可以直接走民风 我是准备从这儿穿到雨田 然后从民风再穿回来 穿这个 穿这个之后到这个什么 到这个 改折 这有一个 擦布 还有前面还有个村里的 看一下啊 我先上松西村看看有没有加油站 咱们先把油加满 您好 您好 我问一下咱这儿有加油站吗 嗯 没有加油站 没有加油站没有是吧 没有 那得去日土呗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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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这儿多远呢 还有几公里啊 还有几公里啊 一百多公里啊 那我就不去了 哈哈哈 好 谢谢 穿衣服呀 这个村子就是 应该是中国第一高村的 应该是 海拔五千二百七十八米 松西村 很小的一个村子 哈 我以为村上能够有加油站 结果我礼拜里多跑了 四十公里 哎呀 我在这儿现在还是有高帆的 我高帆还没有过去呢 这儿应该有吃饭的地儿吧 不行找个地儿吃饭去吧 现在高帆的地儿还没过去呢 但是我又饿了 自己坐我实在整不动了 这边海拔两千五千二百多 然后这儿有个茶馆 去茶馆喝个茶吧 你好 你好 早起得嘞 早起得嘞 迎宴吧 吃点东西 有什么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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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脏面有 脏面有 添茶 添茶 做的 得先做是吧 没有 脏面还有别的吗 那就做个脏面吧 做个脏面吧 哦 做个脏面 几个 一个 一个 我自己一个人 好 好的 哎呀 这屋里真暖 等一下啊 有开水吗 开水有 开水有 我去灌一壶 我有个水壶 我灌一壶 还有肉 哈哈哈 谢谢 这居啊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 酱油 我现在我自己做肯定是做不动了 吃一份吧 说实话 哎 这个面真不如内地的面好吃 但是饿了得吃 而且不吃饭 一会儿又开着滴血糖 滴血糖这家高饭 容易要命的 纯粹我看有没有卖药的 你去买点感冒药 吃过饭了 我还在高饭中 这个村就是 西藏 阿里地区 日土县的 松西村 刚才从那个直播 不是 刚刚你们从那个无人机上也能看见 这个村就这么大 就这些人家 而且 这边现在可以看见 嗯 这个村现在还没有充电 呃 用的店完全靠太阳灯板 看那个 那颗乡 那是村委会 村委会上面装的太阳灯板 基本上家家 包括刚才我去吃那个 帐面的家也是装的太阳灯板 但是 手机信号是通的 有四季 但是四季网络不是很快 本来想在这加油的 但这块没有加油站 可能得去日土县家 如果也有像我一样呢 想在这个 松西村加油 然后穿越那个克里亚古道的 就建议别来了 这一来会儿又多费四十公里油 我现在油箱下两格 我估计那边四百公里 我应该能穿过去 而且那边 从这边我那边穿一路都是下坡 我想去试试 好了 这期就到这 哎 我还是高反了 所以说我得往下走了 你都在载舍越来到的 那边穿越来到的